挖框了就是要养鱼 不然要干嘛 徐旭东亮出齐柏林的照片 话说的笃定 看在环团眼里只剩心痛 徐总裁对于当地的环境 然后对于周遭居民的状况 完全没有一个初步的理解 因为我们这个矿场 其实他们现在挖坑的这个地方 距离我们的序落只有300公尺 漫天粉尘模拟被雅尼炸毁的美丽山头 这是25日2500人走上街头 要雅尼收手 也要放行的经济部长付出代价 一个政府随时可以被几个人讲一句话 你瞎看这个政府怎么走 我不晓得怎么沟通吧 环团雅尼将持不下 27日雅尼股东会现场 甚至出动大批警力包围 虽然徐旭东强调挖矿权一切合法 可是还是可以看到现场的警戒 是非常的森严 就是怕再有抗疫冲突产生 不过徐旭东老心宅宅 不仅不认为应该减少水泥产量 还摊开数据 说台湾人均水泥用量约450公斤 远低于正常值的上千公斤 难怪台湾建设落后外国 批评风浪自起 徐旭东亲上火线回击 有员工好心疼 在股东会上给徐董爱的抱抱 还送花打气 但温情牌好像效果有限 雅妮27日股价最低杀到26.1元 只有平盘作收 东森财经新闻 刘志张博强台北采访报导